生活小閒 潮流催民 九十後翻牆大作戰 大王你好 阿雞你好 大家都好 小閒好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中閒好 大家好 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你這個結合都沒有什麼 在開咪前 阿雞又在我聊天 吹水 然後又搞爛結合 那個結合真的很冷 冬冬我以為有冷氣 冰點那麼爛結合 其實我可以每集都搞兩個 你想不想 你給聽眾們感受一下我是多麼痛苦 時日的笑話則 我可以講一下 暫時沒有 但我可以講一下今天的趣事 我們聽眾也想說一聲不好意思 我今天都很賤格 小弟今天不是只有今天 小弟去一間不是茶餐廳 是快餐店吃東西 不是藍的那間 正常快餐店 很多新店的快餐店 不是藍的 知道哪間的 那間是在我家樓下 從小吃到大 很多時候在中學上學 早三個月出門後你不能選擇 你不吃大家樂大快餐 你不能選擇 不然就老麥了 如果再趕一點 就可以買個拌麵 回學校拍下去吃糞便吃 我這樣說 不是說食物很差 在那個時間和狀況之下 買個七劑OK的拌麵 然後一下子倒進肚子上 學校氣水機 喝茶 喝水 泡了他去早餐吃東西 那間大二頭的東西 我吃了很多年 姐姐都會跟我打招呼 小時候還會說 這麼大個兒子 可能一年會說 這麼大個兒子 以前一隻糯米雞 現在吃兩隻吧 我今早很累 早早起床 很累 又可以吃早餐 吃完早餐就有事要做 之後再回來錄音 今早吃早餐的時候 姐姐走過來 喂 早晨 你吃早餐嗎 然後我很睏 你不小心用了你正常的模式應對 姐姐 你不想吃飯嗎 不是呀 我跟她說 不是呀 你買菜煮飯 姐姐有沒有瞞著你 過了十分鐘才發覺好像說錯話 那阿晨怎麼樣 我走的時候有跟她說話 是OK的 我絕見你這個人是壞口臭的 我眼睏的時候 會有很多時候不小心說錯的我自己也不想說的 我記得以前 錄音之前 有一陣子我們比較晚點錄音 現在我們就早一點點事件錄 以前有時候很晚 錄音的時候 我在附近找茶記吃東西 然後有一個阿姐說話 口音不太準的 在廣東玩歸 我會用她的口音跟她的錄音 對呀 你就用口音跟她對單 然後阿姐背著你 然後我馬上把牌子吐下去 阿姐 你不要管她 不是呀 我看她聽不明 你這樣對人的傷害更加深 她聽得不明 本身口音不正 沒問題 問題是你用一個嘲諷式的用口音來看 可能你去淡仔落這個麥園畜生 她不知道是甚麼 她跟她說麥園畜生 她一定知道 是 麥園畜生 別人聽不明白的 你講我畜生 她反而這樣跟 這是不是畜生 但不是呀 她是這樣說的 我跟她說 她更不明白 就是 凍檸茶 小田 我一說小田 她就知道是小田 我只是一句震你 不要搞那麼多事 還有那個句 去茶餐廳 任何餐廳吃東西 設計得罪樓面 我真的不敢 設計得罪廚房 廚房你不是容易得罪到的 你除非彈些食物 又說 不是彈些食物 只是坐在外面拍檯 喂 乾燥何可那麼難吃 要全家餐廳都聽到 但如果你這樣說完這句說話之後 我換過一碟了 那你就糟糕 你這碟真是和味 但我覺得得罪樓面也不會有好下場 為甚麼 得罪樓面 我不質疑的主意 但你的內心也會害怕 樓面我出來 會不會中間有些不確定因素 添加進去 我們不要這樣以小人的心度君子之方 我們只是這麼說笑而已 我怕的 但不是的 你怕樓面也會怕廚房 就好像以前的學生 其實怕老師 也會怕睡覺 也會怕校長 他怕自己的老師也會怕校長 但其實明知道校長是最大的 校長的事情不管 所以不用怕他 最怕就是怕老師 不過不是有更恐怖的 誰主任躺在那裡 拖出去打 Yes Sir 拖出去打 你那時候的訓導主任不是那麼兇的 因為那時候我讀書的時候 那時候的訓導主任也挺兇的 是不是盧偉剛那樣的 他不是 這裏不准食肩 他不是那種風格 他出來像一隻紅人一樣 很大份 我以為是盧偉剛那些 我讓你見識一下我的泰拳 不是那些是另一種 因為我那邊的訓導主任 就是Lang Kang那時候 覺得他也很恐怖 因為他人首先的份量 真的很大份 比我更大份 這麼嚴重 他真的整個蘇聯盧不走出來 有沒有高過你 高過好像高過 現在的你 現在我忘記了 他也說是米八一塊東西 真的正宗 很久以前在Count片上有句俗語 他叫肥婆奶奶 他那一隻 我以為是大紅老師 他出來真的 我知是用動漫籠子 真的很毒 但如果各位聽眾 你年紀關係 有看過北斗之拳 他真的整個肉掌 我以為你說大紅老師 大紅老師過去是嚴厲 但他不是有種殺氣 他某程度上是低能 是仁慈的 是大紅那麼頑皮才追著他來咀嚼 但問題是老師也是對他好的 但那位粉道主任 其實我大過想起 他那些位置也是典型 而是路西法效應 那不是真的為你好的 他那天是在享受自己秉儀的角色 那天不是說 粉道主任 其實你 很多時候你的人大了 就覺得他那年這麼嚴厲 對我有原因 有些老師很嚴厲 大家經常說大過是這麼想的 但我那邊是完全不適合的情況 他純粹享受自己的權力 他真的好像路西法效應的書中那種 他可能就是在等待別人拿東西 就有機會被他奮人 對 他真的喜歡奮人 他只是喜歡咀嚼人 他很期待每一個學生都拿東西 他就可以奮人 因為我覺得難聽說 他就是在學校的範圍 可以奮人 他出來敢不敢奮人 不敢的 我不是要侮辱做訓導老師的人 而是我也明白很多訓導師 真的是維京學生 但我那位就是完全不是 那一樣不是就養八樣人 所以我那時候是會咀嚼那些訓導師 其實是這樣說的 老師界都會有人渣 也有的 不開名字 大家的新聞都曾經有些老師 大把 是衰封月安 大把 任何行業的人好又不好 好像最近期 這幾年 又是姓李的老師 有幾個十幾歲的小女孩 但好像到最後床很短 我忘記了 因為當時人們幫他出面作功 我真的忘記了新聞 我想說那個老師 中學有教過我的 他教了我之後 再轉去另一間學校 教我們藍考試 我是認識他的 但你講他為人 我對他印象是非常差的 我是很討厭他的 他教體育的 OK 那我喜歡那時候 他進來第一課 他已經是給我的感覺 有些感覺 我真的不說 我跟同行說 阿俊 他有一點粗口 第一課 看到他 他說了兩句 我已經說 這些樣子 就是 粉餅 不是 老冷扮機吃女的 即是我已經是這樣的 我第一眼看得出來是這樣的 但沒有想到他幾年後 是要這麼大壇的 那時候在想 一定是一些 戰者格格的 數色格格的 假扮機 和排球隊 這些是我們的隱瞞 我們通常藍下組的排球隊 都是死機佬 這是隱瞞 有這個區域嗎 我不是歧視任何東西 但我真的這麼說 那時候中學年輕人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打排球的男人一定是機佬 那些什麼的 就是拿著排球 一天打下去 一天打球 啊 你知不知道你這些像什麼 你真的像頭文字 夜媽媽包著球一定是機 是 你明白 其實不是 女校的足球隊 都被人說是男人婆 是 是不是 讀書的時候 有很多東西 有攝錄 不同人的 那時候大家的思維不同 因為我認識一些女校的足球隊 我自己的踢球一定認識很多 足球員 女校的足球隊 有些是為了方便 可能打後衛要頂頭 要頂很多 他真的索性 為了舒服 清爽 他真的剪了一把長頭髮 然後 第一句被人說是TB 你還不是Lessie 你還不是TB 那個年代是這樣的 不是那個年紀 你是會這樣想的 Lang Can的年紀 就是把東西很… 當然不是去到歧視 這樣說完之後 都是會跟你做朋友 不過會笑一下你 剪到那頭髮 不知道是不是TB 還是做警察 可能是這樣 會的 但問題是 對於老師 剛才說 你說可能有些很嚴厲 你大概想起 他真的是為你好的 有些老師真的是付錢 又是什麼 你密書不高分 不行 跟我密到 你再密 你密到八字、九字 才再走 他真的想起 我真的想起 他真的覺得很累 他真的要跟他密到六點才走 但他就想起 大了 我只想起 那位老師真的為我們好 他真的為我們好 他是把他拒絕老婆子女 不管我們 對呀 甚至乎他都不用去到大過 那時都知道 那時真的要密到六點 但老師真的要我密到六點 他更辛苦 那時已經有些人心想起 但你也像剛才那些大了一名是老師花後應的五個字贈你 也是這句話 香港的教育制度有很多崩潰的 除了這些老師之外 我如果再瘋了一些老師 因為小弟是政府學校 官立中學 當年的官立中學還有一套體系叫做公務員 公務員的老師是非常之... 他真的不會跟你吵 亦不會特別秉你 不是啊 他可以用盡所有方法蛇王 是啊 他不會用這些心機去做 有時候坦白說一句話 你也不會被人抄 他的心態就是你也不會被人抄 你就調我去學校 我被人投訴完你調我另一間學校 就是這樣 他去哪裏也是這樣 我可以想想阿棠拿一部手機出來炒股 又會有 他本著上課也不管你學不學到東西 當然有時候說學不學到東西是學生自己的做法 但是他連教也沒有心教 我相信那位老師一定不會聽我們這個節目 所以我不介意照說 我中學有一位老師最奇葩的是我的班主任 我故意跟同學玩一樣東西打賭 即是賭錢打賭 賭20元 我放學之後找不到他 然後我就試一下 我一放學答正 我知道有另一個老師也很準時 我一搭正衝到學校門口 握著一搭東西問他 我記得是說過 他跟我說我三點四放學 即是二十分放學 拍車搭半 算多一小時 明天先 我拍了車 然後他說 阿sir多少錢我給 哈哈哈哈哈哈 你現在的包藏我心計 是耳鼻 多貴呢 一人夾一元都三十元 一人夾五十元 都教老師你放那幾個小時 那我去問你問題 再問幾個小時才有 人大當然是想這些 但那一刻真的是 明白的 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最討厭的 有些人說 你做人當然要專師重道 那是老師 你怎能夠不尊重他 我經常說 為何去做教師行 我就一定要尊重他 尊不尊重 不是你做哪行 和你做什麼位 是你這個人不能夠 是你這個人不能夠尊重 那一句校工我也很尊重 如果校工是好的話 如果他做的事情 又做得很好 有個人很like 我也很尊重他 真的尊敬他 那老師也是 他真的好像我剛才說的那些老師 他又要我們不斷默書 但他又和我們留那麼硬 我是很難不尊敬他 我想過我們在那位老師的教導之下 我們破了紀錄成為我們方案裡面 我們班牙成為我們方案裡面 或者是近年 近十年裡面 做得最多剝卷的一班 那為什麼 要不斷剝卷給你做 那你做剝卷過幾小時 那你一開始派卷 好像考試那樣 那他可以走開的 他只是過幾小時來收卷 最喜歡播一些神靈 可能插一張碟下去 接著播過幾小時 那你呢 那他就走了 哇 這個老師真的厲害 我們基本上一個星期有三堂 即是一個星期五天 可能有三堂 四堂都是做卷的 一堂他是教書的 那我不如自己去文殿堡買 我小時候去上課 很舒服的 上課堂 不是 我說他 也是的 你很舒服的 那份卷你不做 交出去也不理你 不是的 改的 他會改卷這麼好嗎 不是的 他肯定還是派回來 叫你們自己交換來改 對啊 這些人會改卷嗎 不會的 改卷很浪費時間 一聽就知道 那些人不會改卷 叫你自己改 boys boys if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ask me 但找不到你 很好的 他跟我們說有什麼不明白 問我 然後舉手 老師的問題是 Why you so suck 你可不可以這樣問 Where can I find you Why you so sucks Where I can find you Where I can find you 不可以的 有機會的 如果有機會在小飾 午餐時間 午餐時間 如果午餐時間還沒完 之前他又敢吃完午餐時間 你有機會找到他問到他 他隨時都拼了自己 不讓你找到 他會的 他會的 他會讓你找到 這麼好人 因為大佬說 午餐時間只有半個小時 不是 吃完飯只有半個小時 reset只有三四個小時 他都不會走來走去 加起來都沒有一個小時 那你平時是不是很踴躍問他問題 不是的當然不理他 我以為很踴躍問他問題 當然你沒有一口 就是大家明白 他想不理我們 我們也不用理他 大家不理大家 大家和和平平的收起來 何水不煩井水 大家不要理大家 最好 但是很幸運 我同班有家教會主席的兒子 那他就領事 他就領事 但他不是領事的很金嗎 他就領事的 他都領事的 沒有什麼 我心裡的方法 他現在都是 給大家做 一切都安好了 那可惜一點 可惜的人不是 我不是針對人的 不是to the person 他就是 這個體制真的有問題 是的 當然公務員的制度 都非常多年前已經存在 正如有些人說做事的 可能出去工作 以前我聽過一些朋友 可能做工程類的 要跟哪些東西 對於人家一句說吃飯 真的不理你 你這些東西就做不到 放在那裡 有很多這些東西聽過 其實不是的 其實不是的 我覺得就算是在外國 有些外國人做事都是這樣的 不是你的制度 會令到他們這樣 是的 那接著 你說真的 老師們 有很多奇形怪狀 老師 真的 我遇到不算多 我遇到一些老師 都說 雙酸症 又不可以正常 都是 OK的偏多 最多是 我對他沒有什麼感覺 他又不太想理我 或者那些 我覺得他 是 一般 那我就不理你 你不要理我 那種比較多 你說真的會覺得 我覺得你幾個屁股鬼 真的不是很多 就是個位數字 但是網民就未必是這樣認為 是的 我們其實收集了一個名單 就是一個網民十大學生時期 老師最瘋的行為 其實我們經常都分享 我們做過最瘋的事情是什麼 你遇到最瘋的老師 我小瘋 不是 我們曾經也有說過 我們怎樣整股老師最瘋 我們怎樣看到同學 怎樣整股老師最瘋 一定是的 我相信每間學校都 基本上 我相信一個老師教了這麼多年 沒有一個老師未試過不讓人做過 應該也是 而且看看你做過什麼程度 自己太過份 做過不太過份 可能是他們那個好回憶 那你覺得你那些會不會 我那些很好回憶 我全部沒有人生傷害 空承繼 不過算是嚇到他 三文件緝客 我怕你說有個老師 你空承繼的時候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到還沒聽過 那時候說什麼 轉班房 整班人走了繼的班房 整班人在上課之前 一起背走 令到那班房變成一個鬼城 然後老師下來就看著 奇怪 我學生都去哪裡了 然後有人說 不是老師 整個課室坐滿了 你不見嗎 這樣玩他 雖然他不相信 你找一個人做間諜 一個人回去 坐進去 說老師 整個班房那時候 我已經同學了 你不見嗎 他真的懷疑人生 應該會搞到 到最後他都關得我們了 有沒有譴責你們 只會笑 正常應該踢你的屁股 因為我們空承繼也是專繼 我教功課的空承繼也是 有什麼做隔頁來做 頭尾兩頁就行 頭尾兩頁就行 我頭尾兩字有寫字 其他沒有寫字 那你的老師也是 不太負責任的 才可以用這招做 對倒 因為我趕著放學 我扔出去之後 我扔出去之後 阿Sir 四把打 扔下 然後下一個就交了 他還沒檢查 我之前說過這個項目 令我想起一位老師 既然我覺得老師 又是你說的那種 氣得爆的 即是上課回來教書的 是鬼蛋 然後我很記得那個阿叔 我們私下經常說 這個阿叔真的是 鹹獅伯虎來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他的樣子就是 鹹獅伯虎的樣子 我知道很消毒 但是鹹獅伯虎有個羊 他就是那隻羊 金魚佬 又未必是金魚佬 鹹獅伯虎的樣子 然後我很記得 他上學也是很客氣 說書也很客氣 但客氣得來他也挺好玩 上學也不笑 但這傢伙有一個很壞 很喜歡佛抄的 最喜歡叫人出去答問題 回答不了 我哪個 chapter 抄十次 他叫人抄的份量 還是不合理 即是你合理 即是你合理 那一段和我把那個 chapter 說的東西抄一遍 即是你那個 那個法 那個punishment 是不合理 他那一段是不合理的 即是叫你抄的 整個 chapter抄五次 一定會多過你其他科 加起來的功課總和 你和我抄聖經 舊藥加新藥一次 那為什麼 哪個時候打牌 不可能打牌 你打飛機 也沒時間 小龜 他真的去過那一隻 他也不止聖經 新藥加舊藥 但是你一本書 一個 chapter抄了多少字 寫叫人佛抄 初期大家還很害怕 我被佛抄 即是那時候中一二三的 大家是小孩子 很害怕 那算了 我抄檢 那時候還傻傻傻 有些人說 不如抄快一點 然後中間 治療一點 開始這樣 這是最傻的方法 然後大家開始沒那麼傻的方法 就是 駁去下課 不記得 因為我在想 開始大家就是小範園 他 回來教書 他也是傻的 為什麼叫你佛抄 他好像自己有幾個事情做 好像有教書 他駁你抄完之後 你記得內容 然後分數不太抄 好像他有公和一樣 我這樣說 不如去上課 他不記得 他誰記得誰打誰 被罰了抄 然後大家開始 下課就當沒事 他有時候會記得 不是 你佛抄還沒交 好啊 我還沒抄完 差一點 然後大家開始問 抄了同樣版 中間兩版 尾兩版 然後被打指 全部 抄了 因為他撿幾件 他直接就在 貨室裡面的垃圾桶 丟掉 這份東西 結果我抄完 看在貨室裡丟 但我心想 你是認真一點的 你要我出去外面再丟 他真的在貨室看完 就馬上丟 他覺得 你以為這氣成這樣 後來就直接說 他就說 我去抓罰抄 不是我交了 然後開始就說 不是不是不是 我下課教了 給我一點時間 差一點就抄完了 下課我博了 他又不記得 誰記得 然後我經常說 是色白虎 男的出去答問題 答不中就被罰抄 女的答不中 回到去吧 他經常說 喂 怎麼搞錯啊 女生不用抄 我經常說 是色白虎 女生不用抄 男的就是抄 男的就是 博他不記得 誰記得什麼 所以 很奇妙 我在想 為什麼可以這樣 很像是道德L的 那種審判 在想 為什麼你可以有這個面子 在學校這樣做 人打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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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正常真的沒有這個 你面皮沒有厚 到可以這樣做 你給大家做一份工作 想見到蛇王 有時候 不好意思 蛇我這樣 教書說 真的不是人子弟 所以這些事情 真的很奇妙 那你又 我讀書上的網民精選 那些奇怪老師 那你說 這個我覺得 真的挺奇怪 我們看一份 第一個 第一個 網民說過一些什麼 分享了哪些老師 遇過最瘋的 有一個個案 也挺有趣 就是說 是 將同學 包成木乃伊 我想是玩的吧 這個就說 因為 這個木乃伊 曾經說 因為有個網民 就說他分享自己老師在堂上 拿捲膠紙出來 拿捲膠紙之後 其後 用膠紙把其中一名同學 包紮成一個木乃伊 然後 最後 就是 相信因為那個老師 熟讀埃及歷史 就想同學 切身感受一下木乃伊的存在 這個是擺明搞事的 我覺得 要不就是 他很討厭那個紅鶴 那個紅鶴 就是走來走去 站不定那些 我抓住他 不要讓他走 要不就是 純粹無聊 你說真的會不會 我國埃及歷史就要這樣做呢 那我記憶中 應該不用國埃及歷史的 西史可能是 西史 初中可能要的 你也知道現在的範圍 不是 那些範圍越前 總之範圍就不會碰到現代 那些人 可能真的 幸好他不是搞中史 搞中史 立即是靈池處死 立即靈池處死你 或者不兵馬翁 那不是叫同學在裝了一些 喂 今天老師就跟大家做實驗 做示範給大家 大家知不知道太監的文化是怎樣 要跟我走出來 徐虎 切 糟糕 一讀書就沒有了 可能對社會有一件 有一工 可能有人說 老師 不如這樣 你先示範一下 MISS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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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難搞一點 我說MISS來的 要切人就比較慘 那沒有的 故教大家用古代的肚兜 哈哈 你現在怎樣 誰要蒲團了 現在 我今天說一下 木雅這個真是蠻奇怪 有張圖是配周星馳的重症 對 他配了一張什麼 這個又不當 我又不當 第二樣都是奇怪的 就說 阿Sir教你吃煙 這個就有位網民分享 有次上課之際 阿Sir 無緣無故衫衣服的三袋 掏了一把紅色的孟里露出來 然後 就擔起公民教育的大琪就說 教在在同學怎樣去分辨香煙 是行貨 還是水貨 就 這個寫文我就是說 為了令那些學生 可以 不會中到人的走水貨的圈套 其實是對的 都要說一下 這個是香港政府的規章 究竟 香港的行貨 應該上面會有很大張的圖畫 寫著 注意什麼的 對嗎 對 但是一樣是說了 局的內書 有沒有一個私人物是會教你分辨香煙 是行貨水貨 這個是一個公民教育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教育 我們不可以局限於書本裡面 需要不馬上煮煙 教你怎樣 如果有人叫你走煙到大陸的時候 可能你分不上 因為學校沒有教 是不是你本書沒有教 我本書沒有教 那是不是不會這樣 但是 當然不會是教你不可以做什麼 是吧 就是 再年輕一點就會教你不可以做什麼 不可以做什麼 如果去中學時期 都不會教你不應該做什麼 都會教你高級的 不是吧 中學時期我們班有人吃煙 都不會理會 那你中學期比較適合 但是這樣說 我覺得那個神經病 就是想跟我的錢包煙出去做什麼 就是這樣說 劉文思表也是這樣 劉文思表是一個笑片 阿Sir 你不知道這個班房 是全家學校唯一的吸煙區嗎 你不可以說劉文思表有做這件事 所以沒問題 正如你打火鍋的時候 你會扔我的病兔 當作是穿物棍去拿 可以 你試一下 就像張家批那樣 頂你早說的 他是不是整個火鍋 你會 我忍了多久 我有機會做來打火鍋 我一定要馬上去七仔買打給你 就像八婆 喝醬油吃 不可以的 即是你有沒有看過那些老師 和訓導的對話是怎樣 怎樣 這個不可以吃 你不吃我就不回答 你放手的我就丟 你不回答我就不吃 你不吃我就不回答 他不回答 他是張英新來的代課老師 因為你老術 學校不可以吃煙 你這麼大聲做什麼 你這麼大聲做什麼 你不大聲我就不兇 你不兇我就不大聲 問題真的不會在學校這樣做 如果真的學校發生這些事情 會怎樣 神經病 都不會有 你簡直不會有這個情況出現 會外賣到的 你是不會在學校看到老師咬著煙 你太充了加拿家鎮 張英 之後有外賣到的 然後他說 火腿湯煎雙蛋凍奶茶23分 你神經病 一間學校 學校正常就是 要學生不要吃煙 教導大家不要做這些行為 問題是要包煙出來 不就是要吃煙 如果要吃煙 很明顯是要教學生 這些當然不可以 但是下一項就是 可能你覺得 你令學生什麼教學分辨 可能好像很教學生 下一項就有趣了 真的跟你很合理 就說 有位老師 網民分享就說 自己試過下 放學之後 和老師 在操場單挑 隻抽 真是隻抽 更加引來不少的同學 在圍觀 但最奇怪的是 竟然沒有人阻止 很難阻止 那我都不阻止 有學生和老師 在操場的隻抽這麼好看 以你認識的我會怎樣 你會拍照拍片 錯了 你會怎樣 開賭啊大哥 當然猜老sir贏 還是張同學贏 我還不開皮 立刻在這裡 我買20元 同學贏我 買30元 買sir贏 一賠三 買了個學生贏 一賠一 老師輸了之後 一群人會不會撕票 扔 這樣一個打算 老師是吃屎 破壞之王 破壞之王 大師兄吃屎 打算 大師兄吃屎 然後一群人都撕了票 扔了sir sir立刻 一個二個佛樓堂 扔了sir 就是這樣 抽的時候 好像寫了哪一部電影 整股專家 周星馳進了廁所找老婚的時候 什麼事都沒有 一賠五三 哈哈 即是兩個打打客人之間 你的價值都很好 入床一賠一 然後醫療室一賠三 然後一位同學老師說 老師 你剛才你的馬步也摘得很好 看來我們應該是師承同一位老師 我是師傅 承諒承諒 但師兄我們不要打 師傅做什麼 不知道 一拳超人 你不是奇奧老師嗎 哈哈 然後就沒事 沒有打一賠五十 其實我也挺瘋的 老師 一拳超人是一個超級英雄 不知道爭霸戰都做不到一級英雄 他不是那個緊急分部 好像不是 我沒有看過他 我記得好像是這樣的 我記得 我家人說他以前工作 很久以前 很多年前曾經在學校工作 那些 他說 我那時候工作的學校 那些 老師有些很瘋的 跟學生談 不是說進廁所 直抽 這樣跟幾個學生說 就是說 老師會聊學生直抽 或者真的跟學生直抽 雖然我一直都想 我佩服那種 你說得出做得到 說了開拖 即是開拖的那種精神 但是你作為老師 是不是不應該這麼做呢 你作為老師 那些道德L的那些 你都是教學生 喂 不是啊 就是純相拳頭解決問題的 是用腦子的嘛 那你變成現在 你跟學生說不用的 聊不完 開拖 那你不是又教學生 那可能他想空人的學生 他未必真的想開拖的嘛 那問題是你走去空 不過又不是老師 我應該是靠空的 是中學生 那時候 他們說你的問題 其實是在邏輯上 站不穩進腳的嘛 就是 大家明白權力是私人腐化呢 大家回學的時候明白 是的 基本上你就算有邏輯 跟老師說 沒有用的 老師也是 總之我是老師 現在我叫錯就錯 然後就說罰你罰你 他不需要我們荒用這件事 邏輯上誰勝誰負的嘛 但我想過 我有時候我也做過老師的 補習社的那些 我試過給一個小朋友 很頑皮的 真的很頑皮的 小朋友空 他說 阿Sir 打架吧 因為你是小學生 不是中學生 已經整天 我免得跟他說 我很大力拔到門 又很小聲地說 好啊 然後他有沒有爭 爭了 沾了水 他打架了你的 打架了你的 打架了小學生 小學生 小學生 我就是一夜霸門 很大力的那一刻 之後很小聲 好啊 然後他走過來說 有沒有見過潑油啊 有沒有見過死人啊 不是這個 哈哈哈哈 他之後兩個星期 都沒出聲 好乖 兩個星期 超乖 都沒出聲 走過來 有沒有見過潑油啊 有沒有見過死人啊 有沒有見過自己喜歡的人 你救不到啊 那些 那些 陳浩南那些 陳浩南很想救他的女兒 救不到啊 他親眼看著他死 他什麼都做不到 我以為你不是黑板 還寫個名字 還代課老師 不是 你說老師真的是 廖仁姐 我覺得 除非你那間是武術學校 你過兩招比佛 你是一般 香港正常的中學 這些行為不應該 但是那些 我又聽過 你每間學校都很多都市傳說 你不算靈異的東西 也有很多奇怪的傳聞 我那間學校有很多靈異的東西 靈異的間間都有 但是我記得 那時候我小時候 中學真的有一個傳聞傳說 很有趣 那些人說 你不要看哪個老師 很兇 經常出來兇人 聽聞 當年他真的兇的學生 兇得太厲害了 沒有學生 那學生 那學生一脫窩到土地 他就馬上脫水了 那些人說 都市傳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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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這樣想 不是 紫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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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老虎門口狗 你不要門口狗 紫老虎 我經常覺得 你見人家好像很欺負的 就去咬 去吠 人家厲害一點 就去水 那時候有這個說法 很多都市傳聞都傳聞 但是 就是源自於 剛才我說的就是 我們知道 某程度上大家知道 不過我們 大家知道 我們是負不起 那個真是 反他 而是做出一些 犯規行為 之後被人罰的 判斷 所以我們大家 就算是乖 不要做什麼 不要在行為學生 但是那時候 有些都市傳說 在我學校的流傳 我們大家的心裡 經常有一個概念 就是 他現在的空愛 但是我們不想犯下的規 不想被人避過 當然是不會和他做那麼多 但是我內心是有一個潛台詞 因為那些都市傳說 我們就知道 其實如果你真的一櫥窩到他 他立即凹水 大家又要中到 一有那個潛台詞 所以大家知道 如果他凹水後 他找校長掌握 找奮鬥的時候 你們就趴街了 對 大家知道 就是那個時刻 你後面的壓迫不到 但是大家有那件事 在學校傳說 不是的 聽說當年他被人窩了一櫥之後 他立即咬底走 我聽過最瘋的事情 所以 我剛才的說法 就是大家知道 是有一個選擇 這個選擇 那個後果很嚴重 但是你們那一瞬間 他立即令他凹水 但問題是 如果你好像剛才這個網民這樣說 那個老師真的跟你在操場 真人快打 Mortal Compact 那大家好像真的不敢去 就是叫做很反的那位老師 你覺得 不是的 我真的說 要他一隻手 他真的跟我去操場 那個真人快打 那我又可能真的糟糕 大家在想 某情況上 可能你對他 那份敬位是高 比我剛才說的那種門口狗 我反而有一個更大的反差 我對當年中學有個MISS 大米五幾 就是153那麼高 不是193 是153 你也知道 是153那麼高 很高的 細細粒粒 絲絲文文 很有禮貌的MISS 大家都以為他很好欺負 然後到最後被人欺負 他發現他是台卷黑帶 空手道也極高醋位 曾經傳過一些公開賽 打到有名刺的位置 即是平時高手就是 但高手就是要隱藏自己的殺氣 之後我們就說 不要得罪他 不要得罪他 他真的不敢 你別想欺負一個小女人 他真的MMA 立即鎖你惡地 然後砰你 可以 然後到最後 我們中學畢業之後 可能中學畢業之後 老師會跟我們更多朋友 可以追蹤IG 追蹤IG 追蹤IG Facebook 然後我發覺 他最近去學泰拳 真的 以前的日劇 即是他是台拳黑帶 空手道 我不知道空手道的規定是怎樣 但都是極高粗位 現在是泰拳 他不要走出去 空手道是地球上最強的武術 真的大師兄 他真的是大師兄 我心想什麼時候學中國古拳法 中國古拳法可能不夠他剛才學得這麼厲害 除非他懂得金邪前師手 鐵沙醬 源於廣東嗜水 嗜水波威力 鐵沙醬真的沒有殺傷力 拿來炒牛可兜戀 哈哈哈哈哈哈 血的脂肝搖搖 然後有些沒有人分享 其實有趣的就是 曾經有老師試過跟他們 全班一起看世界盃 這個沒什麼問題 他就說原來有位老師 在上課期間 就說用看ETV的那部電視機 轉去三色台 跟學生一起看世界盃 如果還是轉去三色台看世界盃 這件事也很久之前 應該是1998年 應該是那一年代 應該是那一年代 之後的無線鬼也有看 就是 無線也有 一二五也有看 一六也有看 但就不是在上課的時間 應該真的很久 就曾經是這樣的 這個配圖蠻好笑的 那個網上配圖 還整個九合1999 八環刀 張家輝扮朗拿刀 套上去現在撞掉了頭 接著的一樣有趣 就說 瑞公主你聽的歌 瑞老師你聽過沒有 有網民阿芬 曾經有一個老師 就說 跟同學講完 同學早晨 還有交代完要做的內容之後 拿著一個櫃筍 就瀑在桌上睡著了 沉睡聰的主角 他真的用了 是否真的用了阿芬去做睡公主 是啊 是啊 但是這樣當然是 挺奇幻的 就是 早會之後 那天早晨 又說 今天 大家就自己去 做好那份剝卷 大概是這麼多 你們自己晚上做事 下星期記得交功課 接著呢 就拿了鎖筍出來 你還要拿了鎖筍 如果你說坐在那裡 初初不覺不覺睡著了 那你都明白 老師也是人 老師也是累 OK 但現在沒有什麼 可能有時候會說 睡著了 阿Sir都 我佛卷要交的 我可不可以叫醒他 大家都這麼說 那一陣子就 那一陣子就 一陣子就好像粗口成語動畫囊 那一隻雞 忘記了 你沒看過嗎 忘記了 粗口成語 但起身陷阱 哈哈哈哈 哥爺 肉 女劍法十分勇猛 老師你先說 你為什麼說粗口 沒有啊老師我沒有說粗口 我是說老師 請你可不可以看一看我的結果 請你好好放下 我剛才聽過你說粗口的 你不要騙我 沒有啊老師我真的沒有說粗口 我是不是你做夢的 那些雄學 如果你已經跟朋友 還要一陣子 是呀老師他真的很有禮貌 我覺得是老師他真的沒有說粗口 不是老師他真的沒有 通常有一個陳小春的物體 就會出來 阿Sir 你老母是出於你關關的 我都不願意 主要陷阱這個字 只是形容你的 老火街頭 家庭 家庭狀況 可能阿Sir和他身上相自在 有些感觸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應該是沒有的 聽道sir 他說你 什麼 講笑的情況 但問題是 正如說 老師只是坐在這裡等你交卷 不小心睡著了 老師都是人 沒辦法 但你拿著酷筍過來 你全心準備在這堂裡睡覺 但是這些就很難不覺得有問題 很難覺得沒有問題 神經病一點 學生準備inclusion 就聽過 老師準備inclusion 真是小劍 但又是厲害 就說 有若干網民 也經歷過同樣的事情 說得像都市傳說一樣 放學之後 不知道上了幾個樓的廁所裡 突然聽到最後一格 明明沒有人 但是傳出沖水聲那些事情 他就不是懷疑 就說 有些老師在發脾氣的時候 都是控制不到自己雙手 控制不到自己的被助走的右手 被封印的左手 一路之下 就會拿起同學的書包 在一個高的層數上 一下子就扔進去操場 寫文其實有幾個壞話 相信書包軍心受重傷 而心愛書包的同學 在那一刻的心靈感到破水 也會覺得很好笑 這個不是最差的 幹什麼 把同學扔進去 那又不會 然後校長說 今天有位同學沒有回來 不是的 就扔進去 另外一個老師 另外一個體育老師 當年是非常不見了 我們上體育堂的時候喝可樂 大家都明白 在敗屋或任何情況之下 其實就是說 基本上 是做完運動 你不應該馬上喝可樂 你做運同期間 不應該喝可樂 也沒有喝過冰的 他很喜歡喝可樂 他平時不喝的 他喜歡在體育堂喝 先生是他不喝的 所以他就特地喝 他整支一下子都飛了 就泳池 他拿了同學 他一下子搶了可樂 一下子就飛了 就泳池 擋了蓋沒有 沒擋過 沒擋過 那支東西在那裡放一放 那不是 沒開蓋 沒開蓋 沒開蓋也好一點 沒開蓋也好一點 我想開蓋的時候 開蓋就搞到泳池有人賴 賴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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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可樂是什麼 開神的請問 那下一個 有網民就說 自己曾經有一位體育科學藍老師 因為 他應該是對自己的身材 和樣子 都相當自信 所以 最後 他決定要轉戰 不再做教育界 而去參選做港男 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人覺有智 可能真的很英俊 除非他扔了他的尊容出來 發覺他真的很不行 他就說 最後有沒有成功當選 沒有人知道 全下沒有人知道 問題是 其實如果他選中了 應該就會知道 問題是 那些網民 因為生氣得瘋 所以 他就要看罰學生 但是 看罰學生 最頂的盡 不是說是蓋人 我那個年代 還有些先生 瘋起線上來 真的是蓋人 他真的很瘋 我那個年代已經不准 但是去日本 你究竟是否投訴我 就是那樣 那樣 那樣 那就像鬼線 就說雙手 沒有人說 各位老師 怎麼看罰學生 雙手朝著男同學的乳頭發動攻勢 利用該名學生的弱點位置進行攻擊 務求對方會乖乖的聽話上課 即是突然施展了這個 六頂記裡面 周星馳六頂記裡面 一個絕學就是 炸波龍爪手 還要炸完之後 還要附加了 撕奧拜的粒子 我要嗨的 是嗨我學生 粉紅色的衣頭 請問學生 卯脫衣衣 怎麼知道是粉紅色的 要不要去天生春年 是落色的乳頭 這下是Key 多Key 多Key 校光的樣子 哈哈 神經病 看法已經怪了 這個年代 你撕奧拜的乳頭是甚麼事 你撕奧拜的乳頭 你馬上跟我收屁 可能會馬上閉嘴 你有沒有看本集直樹 變成本集直樹 那些黑田的稅務局 國稅局 經常搶人春袋 其實這樣就很痛 痛不痛 你看法學生應否 去討論 這個年代 能否看法學生 是另一個問題 你怎麼看法 你不會撕奧拜的 大陸 神經病 撕奧拜的 現在這個年代 真是性騷擾 你對男學生的媒體 你不想想 如果那個男學生 發出一個 大師兄嬌喘一聲 倒在外賣仔的懷女 這時 亦由一個軟的橡皮糖 變成不知甚麼 你怎麼上場 你不想說那個男學生 無緣無故一句 人嗎爹 你怎麼會 然後整場的學生 坐在那邊看著外面 會想 我到底在做甚麼 我在看甚麼 或者他很深受日本文化 影響叫阿Sir不好 然後打什麼了 打什麼打什麼打 打什麼 大家當然覺得 我在看甚麼 可能那個阿Sir 準備 阿Sir很想要板著 那個阿Sir發動弓勢之前 他準備要擋的時候 就說出什麼 我覺得整件事都挺白的 出了 出了 你真是撕別人的 真是神經病 我玩不玩 為何被他吃了 這晚上 你待會整班學生 每個人都在那裡 嘩 我學阿老師的撕別人的頭 不如有機會 如果我是另一個在座同學 可能我會玩其他東西 玩甚麼 等一下 我要扮回那個 tone 和那套戲出來 是嗎 我要 我要 這是甚麼 不知道哪一套 瑞士山區廢 我要 老師一個人在我撕你 喂 那出了事 其他那些 阿Sir 我要 阿Sir說 好 你一個月過了 那我給你看到 人間空氣厲害 哈哈 等一下 哪個空 空襲的空 對 這個老師真是神經病 玩不玩 撕頭 你玩不玩 撕頭 撕頭 老師那些 那些 但接下來也有趣 網民就分享 他曾經有位老師 在中文課的時候 就用粗口來做主題 去分析每個粗口的來源 和背景 更加教授 同學在怒氣沖沖的時候 如何能夠選中一個 符合當下情況的粗口 去應用在那個情況下爆 因為務求就是 要令到大家可以很臨尾盡智地去抒發自己的情勢 那你覺得怎樣 這個聽說的 其實我覺得粗口這些 你教給學生也要的 大家覺得這些好像不應該提 但是 你不如給學生有個正確知識 知道你粗口是什麼 其實我想說的 我也是 有點題外話 就是現在有機會看一些小朋友 他們喜歡看抖音 我已經講到口臭了 不要再罵 當然家長也有責任 但是有時候我們聽他們說粗口 或者在家業的時候 聽到公園的小朋友說粗口 很強來 為說而說 其實我也覺得 不是有責任去教他們 其實你太說粗口 是一件好像很惡的事 但是 你說得很強 別人覺得你很差 你不需要五個字加進去罵人 可能說 你都按什麼 你都不需要按什麼 什麼膠 就是 正如 我因為覺得 粗口文法就是 你不是管理學生說粗口 而是 就算你想他不說粗口 你先告訴他們 他說的什麼 正如以前 最經典的是 有些網民曾經說 見過最有趣的 爆粗場口是怎樣 我就見過 有個媽媽拖著兒子 兒子壞 然後不斷跟兒子說 Gllm 那整件事多麼有趣 嘩 這位太太 真的是自己 哈哈 正在做自己的 自己來也沒什麼問題 其實他不是想說話 那就是 你不知道粗口 是什麼意思 你一來用又用錯 二來 你要他不用 粗口也好 你告訴他 你說的多麼 離譜 即是 你每次 你指著別人說 DLLM的時候 即是那位同學 在家裡打遊戲 打一打遊戲 之間 大家發怒 突然指著他們說 喂 我DLLM 然後 然後人家 Auntie出來 是 這位同學 請問你想做什麼 那很尷尬 即是那一刻 你當然不會說DLLM 你那一刻 直接跟同學說 我D你嗎 你可能更好 不不不 即是 所以你是要教我 真心覺得是 因為爸爸鬧兒子 講了這四個字 其實我在旁邊 我心想 如果我兒子 我就會搏他 你不D我媽媽 你怎麼會有我呢 大哥 即是我知道 我知道你真是DLL了我M 我LM 我知道你DLL了我LM 那沒什麼 anyway 我知道的 我當然知道 不是的 我怎樣 你那些粗口如果不講 你不教 他反過來 這樣更糟 不如讓他知道粗口是怎樣的構造 什麼意思 爆還是不爆 他自己決定 最重要是不要爆錯 或者別人爆的粗口你 你應該知道什麼事 為何是按摩摩摩不是按摩摩摩 其實都有原因 正如黃瞻其中有勢的 他以前好像筆文集 有講兩個數目字的分別 九字和七字的分別 兩樣東西其實都是粗口 但是他的意思不同 兩樣東西都是放置男性的生殖器官 對 但是在說男性生殖器官不同情境的時候 雖然說你是一個很猛的9 但是不會說你是一個很猛的7 他說你是一個很猛的7 其實初學文化是要研究的 我覺得你作為老師 如果你的學校有空間 你讓學生知道什麼事 我覺得這個教育是真心覺得好的 我真的以為不是搞笑的 講完最後一件事 這個我其實覺得最瘋狂的 整個項目裡面 應該歸垃圾桶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有個網民分享 自己中學期的時候 曾經有個老師 因為他自己操行不好 整個老師頂嘴 所以有一次老師太生氣了 所以一手撐起了這位網民 一下子塞了垃圾桶 都算了 他說還要蓋上垃圾桶的蓋子 網民就說 無求好像要做垃圾婚女 塞了學生去垃圾桶 我真的不應該 但是那整個畫面 如果在我旁邊看到 我一定會覺得很震撼 歷拔山是氣開小 你一手拿起去塞進垃圾桶 整件事已經很呆呆 你還要蓋上垃圾蓋 這個老師真的相當受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 以前讀書時期 老師奇妙經歷 有的可以留言跟我們說 有什麼我可以在節目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也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收聽今集的節目 下星期回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準燈 本人